他抢着要一桶水 那到底怎么抬呢 就怕郭柯侯三个和尚 2024没水喝 连电荣誉董事长薛明志 最后关键时刻隔空喊话老朋友 郭台铭 一个帮忙看路 照顾一下 以郭董的科技能力 管理能力 和企业经营的能力 我们干嘛抬水喝来喝去 我们最好有自来水 一下以和尚来形容 一下拿篮球组队来比喻 跟台面上四组参选人 赖郭柯侯都有交情的宣董 谈蓝白整合金句连发 左腕右拐就是不直接劝退郭董 宣董与郭台铭多年好交情 半年前才力挺郭董选总统 但眼见在野整合才有机会赢 现在他可是唯一力挺蓝白河 既然要谈的话 就表示 就是说一定是有谈的空间 不和就这个 就进入垃圾时间 但就离政府总统 登记截止 倒数十天 局势还是一团混乱 在野阵营显然 还没ready 时间到了还谈不出结果 就前面都是白干 進行文維穎滿開這段報導